就最近三月份才跟我讲 她的房子被查封了 我这没准住啊 你查封了之后 她身上又背了三百万 糊里糊涂的 反正我是不清楚 现在已经被查封了吗 对 就北京海淀区的 现在她在居住的这个房子 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是在你们认识之前 这些事情发生的 对吧 对对对 作为是男女朋友嘛 就是房子遇到这些事嘛 就疑惑 其实她的债务和您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出于关心 您希望帮着她 对对对 我想问问阿威是怎么认识的 认识多久了 我是去年八月份吧 就是执持了一个相亲的节目 现场然后呢 就认识了这位赵先生 然后我们十一月份呢 就相当于生活在一块 刚开始认识先生的时候 对他什么印象啊 看见他的面容 跟我的感觉挺闹事的呀 挺实在一个人啊 跟我承诺说 对我负责啊 重感情啊 以后我们成了公司 给你管啊这些 那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我这么大一个年龄 又是未婚的啊 能够在北京能长一个 这个就肯定是挺希望的 您当时觉得这个女士怎么样 女士还不错 这个挺好的 能帮妹问一下年龄吗 我是72年了 今年47岁 还没有结婚对吗 没有 所以其实对婚姻是抱有 挺美好的一个期待的 对吗 是 谢谢 那真正跟他在一块 知道了这些事之后 您怎么看呢 他就跟我讲 讲得不太清楚 他们认识的一些人物 我都不知道 只是从他的嘴巴里跟我讲呢 他因为他学历不高 也关注不了我什么 我也没跟他说什么 他可能是作为中间人 见上还是怎么回事吧 这些人你都不认识 不认识 没有看到他去见那些朋友 但不亲 所以说我觉得 我是糊里糊涂的 我们跟赵先生连线一下 先生在我们的观察室 先生 您好 两边都是您的朋友是吗 对 两边都是我朋友 您在里面是作为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为什么牵扯到您 我只是一个朋友之间 介绍他们两人互相认识之后 这方需要一些钱 在河南有一些项目 那为什么会查封您的房子呢 因为当时让我签了一个字 因为当时是一个草的协议 然后他们说到现场 考察完以后签政治协议 您签协议 您是什么身份 我只是说 当初是让我签一个担保人 您知道担保人 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 他们之间做买卖 谈好了生意 谈好了利益 跟我的任何关系没有 他们就是分钱分什么 我都没有我任何关系 所以我奇怪啊 先生 就是您去做担保人 肯定是特别相信其中的 我特别相信 就是我们这个 特别好的朋友 通过这个关系 认识他这个 他的爸 他的爸之后 说将以后 我带着你 在北京这儿 那个做生意吧 他女儿跟我关系非常好 办事都挺不错 哦 等于您是 最先跟他的女儿 对 跟他女儿特别好 认识很多年 认识很多年 就是他女儿对我非常好 然后就是始终 就是不让我吃亏 让我这什么呢 始终帮着我 哦 有这样的一层关系 等于他父亲要做一个项目 对 他作为项目 就是让我帮着说 给找点钱 后来我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 黄女士 非常好 多少年七八年的朋友 也是非常好 也是七八年的朋友 也是七八年的朋友 都特别好 特别信任的 因为他也是 说你认识的人 也是特别好的人 他说他也特别相信 结果他这钱也就投了这儿了 投了多少钱一共 一共三百万 等于现在河南那边的项目 出问题了 钱回不来了是吗 对 大概我明白了 一些具体的问题 待会我们会让律师 请您上来 我们再详细地问 我想问问周女士 不管是他认识的 前面这个女性朋友的父亲也好 包括后来投资的黄女士也好 他给你介绍过这些朋友吗 没有 我都不认识 关系到什么好的程度 我不知道 先生是不是很爱交朋友的一个人 当我相处这段时间 我看到他就 跟我的感觉没有 见到他去见那些朋友 他跟你交往的这段时间 你认为他其实生活 还是蛮简单的是吗 但是没看到他 跟什么朋友在一起